做过公交车的朋友都遇到高吧 老司机在那边叱叱叱叱叱这么刹车 高速需要急刹的时候 一脚刹车到底就可以了 只有两种情况才需要点刹 这就跟小时候下雨出门 穿了那个雨鞋是一样的 看见路上有水门你直接踩好了 但如果遇到水坑 你还是绕绕开比较好 这急刹车需要点刹 其实是过去的说法了 你早期的时候 它是没有ABS防BOSS系统的 你踩刹车这个踩死了轮胎 它是直接锁死停转不会转了 然后在路面上滑了 这个时候轮胎只受到 轮胎和地面两个界面 相互粘粘而产生的滑动摩擦力了 就相当于一块橡皮 在这个纸上面平移一样了 它不光是刹车效果会差 而且还容易侧滑 甩尾甚至翻车 不好控制 很危险的 所以你就需要点刹了 让轮胎一边滚动一边减速 来提高自动的这个效率 因为滚动的时候 轮胎上面它这叫凹陷不平的这个路面 它互相会接触产生反向的推力 那么在轮胎滚动的那个过程中 它的形变从圆的变成 扁的这么和地上压的这么一个过程 它这个也是随着滚动位置在转移的 这个也会产生阻力 所以综合下来滚动摩擦力 它反而是会更大 就我们刚才说那个橡皮 你在纸上面平移一样 直这么拉过去 摩擦力并不是很大 你擦起来是比较轻松的 擦橡皮 你让它滚起来擦 翻跟头擦 累好多 你可以去试试看 但是现在的驾驭车 基本都有ABS了 你一脚刹车踩到底 就可以最快的刹住车子了 2017年到2021年 中国汽车ABS行业研究报告它说 现在中国陈友车 ABS系统的装配率 已经超过92.5%了 只有像什么比亚迪 F0长奔奔 奇悦QQ这些 最低倍的车型才没有 它的这个中配高配也都有了 那ABS其实就是车子 在帮我们踩点杀了 不用我们自己脚自己来了 它是根据车轮转速 传感器的监测数据 自动计算这个滑移率 然后通过脉冲信号 来调控这个刹车的油压 刹太重了就减压 刹太轻了就加压 把这个滑移率始终控制在20% 而且这个自动点刹的速度 可以每秒10次以上 比我们自己踩的速度 可是要快多了 所以说急刹车的时候 直接一脚刹车踩到底 交给ABS就可以了 这跟用软件 你电脑刹读差不多的 你点一下开什么就好了 其他那都是自动的 你还能知道哪个文件有读 哪个文件没读 我又不是工程师 对不对 那不过有两种情况 特殊的需要点刹 第一种呢 就是后车跟得比较近 华东交通大学 有一份汽车刹车灯的性能提升 与应用研究上面说 目前的刹车灯存在缺陷 刹车的力度 它是没有办法 从刹车灯上看得出来的 要么不亮 要么就亮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这个后面这个车子跟得比较近 你就要点刹来提醒一下 等于说你这个红灯 按掉亮 按掉亮 看起来像闪烁一样 提醒后车 避免被后面的哥们给追尾了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呢 也有这个科学证明的 就是这个你这个点刹 刹车灯不在闪吗 它是可以刺激到人眼球的结状机 感光细胞 让他们来回调节 容易引起后车司机的警觉的 有生理依据 就好比呢 一个人呢 是轻轻的一直在那边推你 你没什么感觉 但是我一拳一拳的揍你 你是不是 你干嘛 是吧 那虽然部分厂家呢 专门配置了 紧急自动提醒系统 ESS 就车子啊 你高速急刹的时候 后面刹程灯 抓抓抓 每秒三次会 频率会闪烁 警示后车 但是这个系统和车道保持 并线辅助差不多 它不是安全配置的必要项 只是加分项 一般是贵的车子才会有 你比如说飞度 只有顶配和次配的车子 才有ESS 乞盖版就没有了 对吧 还有呢 就是如果路面湿滑 或者不平整 也有可能要考虑点杀 刚才说的ABS 它根据那个车轮 实时滑移力 来调控那个刹车力度 但是你路面上什么 雨 雪 坑 这个车轮滑移和形变的 波动幅度就很大了 它就算不过来了 会干扰这个ABS 对路面的识别的 刹车也会不稳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 自己来点杀来两次 这个和自动驳车 道理差不多的 你车位环境比较复杂了 它就倒不进去了 它就傻了 对吧 普通的一般的都没问题 总结一下 一般情况 高速击杀 一脚踩到底 只要你车有ABS 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后头 有个哥们跟着你 或者说是路面湿滑 不平整的 在那边颠的 你还是点两下会比较好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